4月15號的時候下船的話 是搭乘學校的一個遊覽車 從軍營到高鐵 從軍營到這個高鐵主營站 然後的車室是0136 它是下午3點37分 抵達台中市的烏日站 它全程都有待遇到 然後是由家人接送回家 他在家的時候呢 曾經有到原診所去看診 之後再回家 之後隔天呢 覺得還是有不舒服 繼續再到原診所 再看了以後 就直接轉送醫院 在醫院採檢陽性了以後 就直接收住院 然後同住的家人的話 就是有父母哥哥 但是我們已經匡列為接觸者 然後診所的部分 因為他的資訊當時有一些不明確 所以診所也有匡列的三名接觸者 那這個診所是屬於他爸媽的一個親友 所以我們也 那因為有接觸的關係 沒有做好完全的防護 所以列為接觸者 然後另外還有他一個女性的朋友 也列為接觸者 這是第396案的一個情況 4月15號下船的時候 他從凹子底搭乘了捷運 到達左營高鐵站 搭乘高鐵0850車次的一個 晚上7點34分到台中烏日站 全程都有戴口罩 他從7點45分搭乘161公車 到達台中榮總 到達全程都有戴口罩 他到台中榮總不是看病 而是他的朋友 來台中榮總這一站來接他 他為兩位同性友人 接送返家 他們中途有到 這個沙路的85度C 的一個沙路英才店 有喝咖啡 但當時是沒有戴口罩 4月16號晚上8點 友人 就是這位友人 跟媽媽有開車到佳樂府的沙路店 買東西 但全程都有戴口罩 然後4月17號呢 他們晚上5點 他個人到清水區的滑得來 才去買飲料 他就在門外齁 他是有戴口罩 停留10分鐘就離開 然後一直到4月18號 他到集合地點報到的時候 因為體溫有高 有軍方判定說他有異常 所以就去採檢 有良性 就收住院 那總共匡列的是有同住家人 三人 還有這一次的這個 同行的這兩位友人 因為沒有戴口罩 所以匡列為接觸者 他在4月13號在軍艦上的時候 曾經就有喉嚨痛 到軍艦上衣物所就醫 有開奧服用 那4月15號呢 水船返回台灣的時候 是由家人 來載他的 家人載他的話 他們先到雲林 有外婆家待了一下 待了以後然後再回台中 那4月16號的時候 因為喉嚨痛 到某診所就醫 那就醫之後呢 他有到 在7點半到歐奇牛排 沙路店有用餐 那4月17號呢 他也有開車到苗栗女友家 然後也有跟女友到新竹 這個 等一下我會介紹 講解釋這個風景區的話 還有苗栗的這個商場 有購物 但是有戴口罩 然後到美國台中 然後4月8號的話 他回到北部報到 因為徵召回去了 在北部報到之後呢 到集中檢驗所 後來因為採檢陽性 所以被匡列為良性 那同住的家人 是接觸者 三人 到外婆家 有接觸外婆看護 也被匡列為 接觸者 那女友家 也有接觸市民 也被匡列為接觸者 那診所有接觸到一名 也被匡列為接觸者 然後他這個是他整個 這幾個案件 所詳細的一個時間點 包括這個車次 高鐵的時間 他的 搭車的 這個 三車 8A 然後另外第二個 401案的話 他是搭11車 91 那高鐵接駁車的話 161接駁車 的時間點在這邊 然後這三個時間點 都是剛剛陽性個案 他們有去地點 還有他們的停留的 前後大約的時間 是一個大約的範圍的時間 因為我們台中市的 政風處有一位同人 那他有去接這個確診者 一起跟他喝咖啡 所以這一位呢 已經被中央醫療中心 要求要居家隔離 因為我們自己初步的查證呢 政風處有60位的同人 那因為跟這一位 被居家隔離的同人是辦公室 所以呢 這60位同人呢 那我們也要求他們 自主健康管理 再加上居家辦公 另外還有建設局三位同人 環保局一位同人 都發局一位同人 跟政風處的同人 那因為他們有或者是 一起開會 或者是洽工 或者是同時之間 快退處的時候 可以一起吃午餐 那或者是有配偶 在政風處上班的 那這些同人 我們也要求他要 自主健康管理 加居家辦公 都發酵 到底是否在哪裡 соз亡 會當公關的 還有一些 你乾脆 在哪